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董事长 您点的午餐 放着 你还记不记得 咱们之前在美国 我整整陪你吃了一年的这种午餐 我都很久没有吃这种快餐了 那个时候啊 没日没夜地开工 每天吃什么根本就无所谓 还挺怀念那段时间的 你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渐渐地忽略审落的 好了好了 不说这个了 吃完东西 我带你去胡边转转 总裁 总裁 陈总 什么事 有些业务上的事 想跟你说一下 没事 你去忙吧 去我办公室 什么事这么黄黄长长的 总裁 我好像知道那个女人是谁 你去忙 总裁 刚刚看到搜索姐离开护子 上次车祸你说有一个女人 可能看清楚你的长相 这人找到了吗 没有 王俊 我告诉你 这件事情将来如果爆出去了 你就当着一个人看他 总的 放心 我 我会尽快找回你 别只会说 我要的是结果 谁啊 可 可能是严颂 严颂 你确定吗 我觉得是他 这天我见过宠物店的时候 我看到严颂穿的衣服 和登天那个女人的衣服 一模一样 包括她的动作和神态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他的 谢谢 你是居易的继承人 生活不能那么随便 我马上安排人 照顾你的饮食起居 我的生活有问题吗 我现在挺好的 好好好 你说好就好 跟我说说这个严颂吧 是严颂吗 你赶出来的 严颂是沈落的双胞胎妹妹 也就说你告诉了严颂 沈落曾经是你的妻子 陈斌啊 你还是跟以前一样 什么事情都藏不住 我骗他又有什么意义 那你就从来都没有怀疑过 这个严颂是沈落的妹妹吗 当我醒来的时候 我脑海里面就出现一些片段 片段里面 有一个女孩的形象 但我记不起来 她的名字 那你说的那些片段 到底是什么 都是我们在一起 很幸福和美好的片段 然后呢 后来我就试图说服严颂 说她就是我的妻子 照你这么说 那难道严颂从来都没有回忆过 你说的那个女孩是沈落 她们两姐妹从小就分开了 后来落落不是去美国了吗 最后她们两姐妹 也都没有见过面 所以严颂想都没有想过 我说的那个就是沈落 你知道吗 我一直没机会 好好跟她聊一聊 关于沈落的事情 所以这个世界上 应该只有你 最清楚我跟沈落的事了 了解 我到现在都想不明白 当初洛洛为什么要离开我 不好意思 我接个电话 你觉得严颂她知道多少 不清楚 你确定她看到了吗 确定 那为什么那么多天 她都不说出来的 我觉得 她应该在找最适合的时机 她心机有那么重吗 总裁 这个我 我就不太清楚了 你安排吧 免得夜长蒙多 好 知道了 要我说啊 别住那个石小姐家里了 又不是没地方住啊 我已经帮你准备了一套别墅 你随时可以搬进去 不用了 我自己会照顾我自己 不用替我操心 你别忘了 你是居易唯一的继承人 这将来迟早有一天 你会回来掌管居易的大权的 管理的工作就交给你吧 帮我好好地坐稳 总裁的位子啊 辛苦了 好 时间差不多了 送我去个地方吧 好 你还在站在这里 你还在站在这里 还在站在这里 阎朗就是我跟沈罗的孩子 你还真够幸福呢 这一醒过来 就能跟自己的儿子在一起 沈罗临走之前 把阎朗交给阎颂 那个时候阎颂才刚大学毕业 一个女孩子 这么多年把孩子带大 真是很不容易 对了 一会儿在阎朗面前 千万不要提我是他身生父亲的事 阎朗 你爸爸来了 走吧 嗯 再见啊 拜拜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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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叔叔 来 叫欧阳叔叔 欧阳叔叔 你好 小阎朗 喂 记不记得今天要上肌腱科 嗯 记得 肌腱科 走吧 来 走走走 坐好啊 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也是时候 可考虑一下成家的事了 别跟我说这么多年了 就没有一个人 可以让你定下来 我是没时间 考虑个人问题啊 都是为了去医 辛苦你了 最近有没有练过剑 来一句 我们な的 一句 membership 我们就看到 我们应该是 我们と教音新闻的 都是为了 我们来j vallahi 我们去看 我们都要 我们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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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 哇 琼师叔好厉害 好厉害啊 还是你厉害 每次都能找到我的弱点 怎么爽 你是最厉害的 那以后呢 你好好练习 你要超过我 超过欧阳叔叔 好不好 好的 好 你继续练 你跟欧阳叔叔玩一会儿 好的 我去一趟洗手间 来 过来宝贝 一 二 三 走你 叔叔问你个问题啊 你为什么要学习基建呢 因为琴慕叔叔说了 基建可以克服吸引你的恐惧 还有 如果有别的小朋友欺负我的话 我可以保护自己啊 为什么有别的小朋友会欺负你呢 你这样啊 叔叔教你一招 以后啊 再有别的小朋友欺负你 你可以在他欺负你之前 先把他打倒 记住吗 慢点 妈 我回来了 嗯 今天练得怎么样 妈 我想去小美家玩 来 去吧 早点回来啊 好 嗯 你烧退了吧 退了 一脚没什么事了吧 哦 没什么事 嗯 昨天谢谢你啊 颜小姐 你好 欧阳先生 你好 要不 要不我们等会儿一起吃个饭 不用了 我还有事 难道今天人这么齐 给个机会吗 谢谢 我真的还有事 我先走了 她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啊 你不说吃饭吗 走吧 ientras水平 能不是 我抵抬死你了 我抵抬死你了 你了 我抵抬死你了 我抵抬死你了 我要啊 你了 你啊 你喔 你都抵抬死你了 今天我看到那个慈善基金会的成立 真的很感动 让我觉得把据意交给你 真的没错 不用担心别人的眼光 我们两个之间互相信任就好了 好 谢谢你对我的信任 敬你 再说 你跟上网站看说有没有 早点网站我看了光点侠 这就像说美国人总定就没有报信 我看了猪蛛 言老 你怎么在这儿呀 你不是去鸡箭馆练习鸡箭了吗 什么鸡箭馆 一定是在骗人 我没有骗人 你第一次在说谎 根本没有什么原基建 我没有说谎 你爸爸呢 你不是说你爸爸叫人原基建的吗 不用你们管 我看他就是在骗人 他根本没有什么爸爸 更别说基建了 言了 骗子 言了 骗子 我不是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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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好像很久没有在一起吃饭喝酒了 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尽快弄清楚 沈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洛洛临走之前 他要言颂永远不要带阎朗来认我 我真的很想知道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让洛洛那么恨我 那如果一直都动不明白呢 你就打算一直这么耗下去 阎朗也不能喊您生爸爸 我告诉你 陈碧 你这么做不行的 就算你不为自己考虑 你多少也得为阎朗考虑一下吧 我明白 但是我必须要尊重沈落的决定 而且阎朗 也应该有自己的选择 如果我要是你啊 我就带着阎朗去美国 这样不管怎么说 你们两个能有更多的相处时间啊 严颂不会同意的 孩子是你的 他凭什么不同意啊 行了 今天不谈这个 来 你为什么跟小朋友吵架啊 因为他们欺负我 那你吵赢了没有 我赢了 好样的 月月 别在这儿抖乱 行行行 我回家 你知不知道 跟小朋友吵架是不对的 这样会伤害到小朋友 我就是要教训他们 你哪儿来的这种想法 没错 你还没错 我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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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没错 你怎么现在这么不听话了 去 回房间反省去 想清楚再出来 月月 知道了 我现在回去看看 好 谢谢 严朗在学校跟人打架了 严总 你怎么来了 严朗今天跟人打架了 没有打架 没有打架 就是跟小朋友吵架了 你怎么知道的 月月跟我说 说严朗在学校跟人打架了 吓死我了 严朗呢 我跟他聊聊吧 我知道 我知道今天不是周末 我保证不会有下一次 的人经纪了 他在自己房间里呢 好 谢谢你 他难道就这样放弃了菊义 不会的 他一定是在试探我 可是 他今天说的话 好像都是真心话 丛丛 我都安排好了 这事必须在最短时间内给我解决掉 好 阴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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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我今天和同学吵架了 为什么要吵架 因为他们嘲笑我 说我没有爸爸 还说我没有真的去学基建 阴朗知不知道吵架是不对的 嗯 琴哥叔我知道错了 没关系 每个人都会犯错误的 可是琴哥叔叔 你没有犯过错呀 谁说的 我也犯过错误啊 嗯 犯了错误最重要的就是 想办法去补救 说一句对不起很简单 最重要的是 说完对不起之后的行为 那我今天不要走好吧 你自己好好地想想 这件事情 必须要靠你自己 好好地想明白 我明白了 我要先向妈妈道歉 因为我让妈妈担心了 然后我要向小朋友们道歉 因为我不该和他们吵架了 聪明 说得很好 说得很好 去吧 来 阴朗 你要记住你不是没有爸爸 琴莫叔叔就是你的爸爸 我知道呀 我一直把你当成我的爸爸了 去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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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今天也不好 我应该对你那么严厉 妈 跟小朋友吵架就是我错了 所以明天我要去跟小朋友呢 道歉 那你能告诉我 为什么跟小朋友吵架吗 妈 请问叔叔说了 本来此后遇到错误 就该勇敢地改正 别老真快 好了 妈妈原谅你了 没事了 不过你记住啊 以后不能吵架 不能再犯错了 行吗 嗯 嗯 严朗 那你先回房间自己玩 来 严朗真的很懂事 严总我有一个想法 我想送严朗去美国读书 如果你同意的话 我想送你们两个一起过去 不用啊 我们现在的生活挺好的 你考虑一下吧 那我先走了 那我先走了 小小姐 你来了 总裁在里面 我不是特意来找他的 我有些事情也要处理一下 王俊 欧阳总裁给了你多少钱啊 你要不要这么拼命啊 总裁对我一直都很好 我希望帮他处理一些事情 我都怀疑 他是不是拿住了你什么把柄 让你干了很多见不夺人的勾当呢 没有啊 我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 他最会利用人了 你难道就不怕他过河拆桥吗 你是不是也应该为自己打算一下 小姐 不好意思 真的有事情来处理一下 我看得清楚 你做事干净利落 想明白的话 我随时欢迎你来找我 苏小姐 我要恭喜欧阳总裁 恭喜 我有什么好恭喜的 欧阳总裁为陈碧所做的一切 我都听说了 看来欧阳总裁的位置做的是稳稳的 这难道不值得恭喜吗 我跟陈碧是兄弟 我只是做我应该做的 你不觉得有点夸张吗 夸张 在我看来 只有心里有鬼的人 才会做得这么夸张 原来苏小姐对我有这么大的意见 这样 我们也别在这里互相指责了 有空来我公司 我们坐下来好好聊聊 好 我倒要看看你 还能折腾出什么话呀 妈妈 妈妈 起床了 起床了 妈妈帮我做早餐 要不我就知道了 睡过头了 妈妈 看你全体好像不舒服 是不是生病了 没事 可能着凉了 你先去收拾东西 我马上给你做早餐 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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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段事情我来处理就好了 我真的没有想到 陈碧会拜托我把这房子卖了 那说明他信任你 他不想要这套房子吧 说明他真的可能 不想再跟过去纠缠了 这件最好了 买家什么时候过来 很快就到了 这件事情尽快给我处理干净了 还有 把他的个人物品收拾下 放到公司来 别给他弄丢了 好 我马上去办 等等 我让你处理的事情怎么样了 放心 总裁 都已经安排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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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裁 玩家很满意 很快就能交易了 对了 这些应该是陈碧留下的私人物品 其他没用的我都处理掉了 好 陈碧啊 我把你一些东西收拾了一下 放在公司了 你要有空的话过来拿一下 好 我知道了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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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寄箭人沈陆 2008年11月15号 那不就是陈屏出事的那天 周岳同学 我帮带钥匙了 我买了早餐了 吃早餐了 颜松 吃早餐了 你们要干吗呢 你大早上能干吗呢 翻钱倒贵的 我有点不舒服 找点药 你这脸色 我瞧瞧 你发烧了 早早 跟你去医院 不用 我吃点药就行了 那先吃完早餐再吃药吧 要不伤胃啊 你这大早上是谁啊 喂 流浪狗 好 知道了 我马上过去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不知道是谁 放在成功店门口两条流浪狗 我过去看看 行行行 你还发着伤呢 你以后吃完药了先睡一会儿啊 宠物店就跟我去 不用 你照我延卵就行了 我去宠物店 不行 我说你怎么那么酱呢 你妈是不是工作狂啊 走吧 吃早餐 你看 我更対面怎么回事 你对我说 cham 来 这言 ener 你没mund 担心这个 门口 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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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小鬼 就你鬼主意多了 来 喝我的喝了 喝完了 送你上学 王阿 王阿 你的药啊 陈彬 这几个月来 我一直在想 有件事情 我应该告诉你 但是 我真的没有勇气面对 所以选择这种方式 希望你能不原谅我 我知道 你一直不明白我为什么要跟你离婚 不是你的问题 也不是我不爱你 是 是因为我怀孕了 但是这个孩子 不是 不是你的 不是你的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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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欧阳腾 他讲到了 那天欧阳腾跟我说 你在酒店等我 要给我惊喜 我就跟他去了 结果 起来了 洛洛 你 你 你这是要走啊 这么走 洛洛 你怎么了 你滚 我要疼 你就等他坐牢吧 坐牢 你要告诉我 好啊 那这样的话这件事情过两天各大媒体都会报道 这个嘴巴长在别人的脸上 别人要怎么说谁也控制不了了 你想怎么样 我想怎么样 我能怎么样 我烂面一条我什么都没有 我不怕失去什么 倒是你啊 沈小姐 不对 现在应该叫你陈家的少奶奶 你害不害怕失去什么 这会有的时候啊 真的搞不懂你们这些女人 它 昨天晚上你一直很主动啊 你忘了